感恩南墨大慈大悲,救苦救难,广大灵感,观世音菩萨,莫和沙,感恩如台长。 几几年属什么的? 我自己的业障,自己一杯,不然如台长一杯。 2005年,12岁,属鸡的。 2005年属鸡的是吧? 他不会说话。 这个出问题了? 是啊。 我告诉你啊,自闭症。 对的。 整天自己喜欢关着门,到了晚上会自言自语。 对的。 这个孩子,我告诉你,身上有一个很大的灵性。 你现在记住了,第一,你有打过胎,钓过孩子。 对的。 这个孩子在他的两个手上,所以他的两个手整天抓你,听得懂吗? 对的,他还会打我,批我。 我打你了,我告诉你了。 因为你把他打死了吗? 他扶在他身上,就用他的身体来打你,听得懂吗? 听得懂。 这是一个。 第二个,你们家族里边有沙叶,明白吗? 明白。 这个孩子,我告诉你,一到了晚上,就开始自言自语,浑身动,而且还喜欢爬。 对的。 因为他身上还有一个动物的灵性,一个动物的灵性,而且经常这个动物的灵性还跑到你们的房顶上,你们的房顶上,你会听到声音的。 你会听到声音的。 看到了吗?鼓掌了,看见了吗? 师傅,你一定要救他。 我告诉你,身上的灵性非常恨你,他要拉你,他不是打你,他要拉,抓你。 对的,我很痛苦。 你很痛苦。 刚刚前面发言的那个人跟你过去都是一样,所以一定要念经,你现在要许愿吃全素。 我会的。 会的,马上许愿。 我现在就许愿了。 许过愿自己要记住啊。 我告诉你,否则这个孩子不会饶过你的。 会把你家里的钱都用光,自从他突然之间灵性上升之后,我告诉你,他刚刚生出来的时候有一段时间还蛮好的。 对,很多,一岁半之内很正常。 现在看到了吗? 我告诉你,他现在身上还有一个小动物。 这个小动物,这个小动物是一个像驴子一样的东西。 你们的家族,长辈,有人过去杀过,所以到他身上。 所以他,你看,看见什么东西都要吃的。 对的。 你现在要给他念,850张小房子,他要放生,放生大概要放3000条鱼,慢慢放。 明白了吗? 对,之前我婆婆帮他帮他换了一千零五十多条鱼。 什么? 之前换了一千多条鱼。 不够,还得放。 好。 他晚上很厉害,你晚上要,经常要念大悲咒,而且跟观世音菩萨说,观世音菩萨,请你大吃大悲,而我一定给他念870张小房子。 我一定呢? 要讲的? 我会的。 你们大家看到了吗?刚刚前面发言的,过去的孩子,加拿大的,也是这么打妈妈的,比你还厉害的。 你告诉大家,你痛苦不痛苦啊? 我很痛苦啊。 我很痛苦。 很好听,唱得很好听嘛。 我教他的灵性,可以暂时离开他,教他老实一点。 听得懂吗? 然后呢,你要好好地念,你们家族里面有沙业,而且你呢,喂! 看见了吗? 我告诉你,要叫灵性走不是这么容易的,看见了吗? 你让他,让他灯下来,没关系了。 你们边上,哎,保镖啊,管管他,管管他,他们都怕,因为怕小孩子身上的灵性,爬到他们保镖身上去。 好好地念经,好好地学佛,听得懂吗? 听得懂。 你要改了,你造了很多口验,你的小时,小的时候把你带到庙里去,你讲了一些不该讲的话。 对的,我还没结婚之前属于基督教,我根本不相信佛教。 看见了吗? 我忏悔。 现在大家知道了吗? 我告诉你,因果丝毫不爽,好好地修,这就是报应,给你看到了,明白了吗? 明白了,他到现在还会做一点不雅的动作,晚上睡觉,喜欢把自己裹成,跟种植一样。 不雅的,不雅的,他还没弄你呢,他会弄些不雅的动作,弄你呢,听得懂吗? 听得懂。 你信不信啊? 我信。 你现在信了吧? 我很信。 你信? 我很信。 早点怎么不信呢? 我之前还没接触到炉台长,炉台长,我知道你会接我的。 我在接触一个动作。 我救你这种不相信的人呐。 我会相信的。 好好念,而且要吃全素,听得懂吗? 听得懂。 好了,这个孩子我告诉你,这些小房子念下去之后会好起来的,再念到一半的时候就会非常非常乖了,这些都不稀奇的。 就就这些孩子对台长来说,小菜一碟。 麻烦炉台长再帮我看一下,我是1979年属羊的,得了胃癌,我需要多少张小环球换身。 你自己啊,看见吗? 像个星期五,医生跟我打了电话,我家人倒还不知道。 赶快许愿吧,赶快许愿吧,你每天要念五遍礼佛。 你明白了吗? 你现在几岁啊? 我39。 这关啊,369是关啊。 哎哟,已经有人要来拉你走了。 你的,有一个老太太,你家里有个老太太,会拉你走的。 你赶快念经啊,你自己还要念啊。 哎哟,你过去的口语也造的太重了。 对的。 那,你的胃癌,肠胃的癌啊,知道吗? 对。 长在这个位置。 对的。 哦,有点扩散了。 对的。 所以啊,真的,不懂啊,不相信啊,不要去讲人家不好啊。 你不相信可以,也不要去诽谤啊。 听得懂吗? 懂了。 你看,这种孩子真的,把你弄死啊。 我告诉你,你家里,他刚刚出来的时候,你就家里开始慢慢的就,钱就没了。 对的。 他是来讨债的。 对的。 你好好念经啊,真的,不容易啊。 你再这么不好好的话,你这条命送在他手上了。明白吗? 我知道。 我需要多少张小孩子,换身多少跳鱼。 540张。 换身多少跳鱼。 2,800。 知道了。 好吗? 好好努力啦。 我会的。 我告诉你,这就是你自己的造的孽啊。 嘴巴怎么可以乱讲啊,真的。 我知道。 我告诉你,他现在身上两个灵性,明白了吗? 明白了。 你家的厨房经常有声音,你听得见吗? 有点感觉。 精灵光荣的。 那个灵性经常去翻你们家的冰箱啊。 对,冰箱有点坏了。 39岁是个大姐,你好好的许大院,否则的话对不起。 明白了吗? 知道。 你会死掉的,会走人的,还没关系。 怎么许大院? 卢台长开始。 什么? 怎么许大院? 我听到你说怎么死啊。 怎么许大院? 第一,吃全素。 第二,如果自己病好了,要现身说法。 就像刚才那些佛友一样。 第三,身体好一点就要出来度人, 要出来帮助人家做义工。 听得懂吗? 会的。 会的。 小气得不得了的人,你是一个。 对婆婆也不好。 听得懂吗? 有时候生气会说一些不好听的话。 她不好,你也不好啊。 听得懂吗? 对的。 改毛病。 一定要改毛病。 听得懂吗? 好了, 这孩子把它捏完之后就会好起来了。 好了。 谢谢卢台长。 谢谢卢台长。 谢谢。